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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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观众一定要踊跃在聊天室发言 好 没问题 这一定是要问我的吧 对 毕竟国际大趋势会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的画面 那这边有一个新闻就是研究机构表示 就是每股可能会再遇到利空 因为这个第三季的财测才刚刚结束而已 但是这些的一个调查机构就显示 这个第三季实际出来标普500企业的一个数字 大概比原先10月初预估的4.5 掉到4.2左右 所以第三季的数字来看的话 稍微低于这个市场的预期 还有这边也提到就是说 在第四季的部分就是现在 10月到12月是第四季嘛 那原先的一个预测也是在 10月11号的时候讲说 可能第四季可以成长一个百分点 那目前是变成可能獲利会下修成 负的7.8左右 就从正成长变成是衰退的部分 那这个原因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联准会的激进升息 因为联准会要打通膨 所以市场上现在开始在讨论这个经济衰退的事情 但是这个地方呢 先给这个投资朋友 先建立一个观念 这个每股的财报季 它是每年的1.4.7.10会公告 那这个10月份就是已经过去了嘛 那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1月 明年1月 所以现在就是老师所讲的空窗期的部分 所以这则新闻你先放在心里 那影响的时间点大概会在1月份发生 所以这个时间点你知道之后呢 我们再来谈一下 老师在这个周六直播有讲到 就是市场上现在的焦点 已经不是通膨跟利率了 所以这方面老师的节目会 比较减少讲这个 因为焦点已经转向景气衰退了 那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是不是未来人 上礼拜四就讲了对不对 对啊 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了 但是 现在就开始都在讲经济衰退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市场上的观察跟敏感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礼拜这个英王布拉德 讲话说可能 将来利率要升到5%到7% 他每次都很浮夸 浮夸 结果你知道吗 美股在周五还是收红的 对 代表市场上就真的已经不是把通膨跟利率的部分 放成当前的重点 所以这是验证的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济相关数据 老师周六直播有讲了 目前的这个机构调查来讲的话 告诉我们就是明年美国衰退几率高达96% 哦 那真的蛮高的 那听起来会觉得怕怕的 有点可怕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 衰退它有这个程度上面的不同 是 摩根大通提到这个衰退的部分 以美国来讲它可能是一个轻微的衰退 对 老师在周六也提出一些相关的数据来告诉大家 美国的这个衰退 看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失业率 那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美国的失业率在历史的低档 对 而且现在还是非常的缺劳工 所以就算明年可能会衰退的话 失业率的部分 目前预估大概还是在4.3到4.5这个地方 所以只有微微的增加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 所以这是跟大家验证一下就是 美股衰退的部分 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 而且现在美国一样还是在做资本支出的扩增 扩大资本支出 对 而且你看到这边有提到 彭博社调查 美国企业 明年还可能调薪百分之4.6 这么好 对 所以老师告诉大家 有通膨 但是有加薪的话 基本上它是可以抵消的 所以这是要告诉投资朋友 以美国经济来讲的话 目前看起来它是一个正循环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差 对 它还是一个处在蛮平衡的 对 那接下来的重点可能就是要观察 中国大陆跟欧洲的部分 那细节我周六直播有讲 那我们就拉回来看一下 大家担心的这个第四季的行情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毕竟我们是做股票嘛 这个数据周六跟大家更新的 就是目前美股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 这个数字它已经突破了八月中的高点 而且它也没有破六月中的低点 对 股市有破嘛 所以上礼拜我们讲过 这个股票的部分会比较领先 所以按照股市的逻辑 每股部分我评估 有机会去挑战八月中的高点 它会助长对不对 就是我们都看指数的话 毕竟它容易失增 那我们看各股结构是告诉我们 现在美国的股票 涨回去年限的股票 其实它的这个数量已经比八月中的部分 还要高了 那其实很不错 是 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分析这个结构 那台股结构分析 我们也有独家数据 在我的APP里面有做呈现 是 好 所以这个数据来讲的话 行情部分老师就给大家这个结论 就是我周六所讲的 12月中之前 我评估它有机会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 因为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嘛 财报季的问题会发生在 就是明年一月份 所以12月份都是空窗期 那现在的美股的股票结构还蛮强的 所以我们判断它应该有机会震荡往上 那12月中因为是联准会的开会 那我预期联准会在当时 会不喜欢股市涨 又要放音了 又要打压股市 所以我评估那时候应该会做拉回 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先上去 然后会再做一个回撤动作 然后尤其1月份又会有那些猜测利空 所以大家这个节奏不要搞错了 就是虽然我认为有机会涨 但是它是一个上下来回的行情 所以涨你可能要减码要卖 那拉回再来买 大概一段时间都会是这个节奏 所以美股的部分大概是这样看法 那我们看一下重要的就是美元指数嘛 这个周六我已经跟大家做过更新了 美元指数的季限已经下弯了 那这个大概也会需要整理一段时间 所以美元指数弱的话 我们亚洲的新兴市场夺加 就会有这个机会 好 对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 反指标 这个真的是反指标耶 好 我们上礼拜有讲了 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它还有机会再上去的原因 对 因为12月份是空窗期 然后股市呢 不管是美股还是台股 就是第四季都是上涨几率很大的 是 然后现在又发生了 就是涨上来之后 散户都是站在卖方 是 而且有跑去放空的 然后基金经理人 这边也有听说 砸了大概200亿台币 去买这个SQQQ做空科技股 那老师周六已经有做过分析了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笔电的画面 嗯 这个是这个纳斯达克的指数 那我们放大给大家看 好 其实这个地方传出放空之后呢 你会看到 其实现在就是横盘在这个地方 它在做整理吗 在做整理 而且这个量缩之后 其实侧月线都拉下引线 是 那科技类股跟我们台湾 毕竟就是息息相关 所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筹码部分 它稍微有点被嘎空的味道 嗯 所以这里如果是再上去的话 那就是卢老师所预期分析的 12月中之前我认为 美股涨的几率蛮大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台股的一个筹码的部分 来台股筹码 老师周六跟大家更新的 我们散户上来还是筹码解套 融资持续的卖 对 而且有跑去放空的动作 嗯 然后国内的期货选择选筹码 其实目前特定法人也是已经有空翻多了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筹码面 不管是美股跟台股部分 都是蛮有力的 然后第四季是这个季节性的优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股市的一个结论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告诉大家嘛 就是周六有讲的 他应该会来挑战这个 这个 黄金切割率的地方 那张同文片没放到 好 所以呢细节看我周六的节目 好 OK 那回去看回放 好 结论就是 还会再往上走啦 对 好 那上周呢最重磅的消息呢 其实就是巴菲特呢 是首次呢 买进我们亚洲的科技类股喔 而且呢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这个消息呢 应该大家都知道 没错 这么轰动的消息 但是呢总裁魏泽嘉呢 也公告要加码力挺自家台积电喔 但是志颖老师 就是最新的资料呢 显示台积电大涨 散户就卖 一直砍 那你怎么看待呢 那个巴菲特买台积电 会给台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是不是跟刚刚的那个 筹码显示一样 是啊 上来大家就卖 那我们看这个投影片的画面 来这里最新的资料显示 就是上来之后呢 台积电的这个股东人数大减 连零股的一般交易的都大减 对啊 代表大家可能套一套怕到了 上来解套就赶快卖 真的散户的信心整个很崩 对 毕竟套牢很久 所以从国外跟国内 我们看到这个筹码的现象 就是告诉大家 最近虽然有做 行情有做这个震荡嘛 对 但是相对上你就会发现 诶震荡一下就往上 震荡一下就往上 对 就是筹码部分 其实是有点嘎空单 跟嘎空手的味道 就叫坍狗 对 叫坍狗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我帮大家整理了 就是你看到融资鱼额下滑 几宝户数也下滑 那魏哲家也自己买自己家的一个公司的股票 所以这则讯息呢 老师在上个礼拜二 巴菲特第一次买这个台积电的一个讯息 第一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做分享 这个买了一个比重 那当天老师其实也发抠讯告诉我的会员 巴菲特买台积电这个事情 我认为会产生化学效应 是 因为台股现在大家比较没有信心 那如果这个国际大咖来买之后呢 那我认为这会增加我们台股的成交量的活络 是 所以我们可以陆续看到整个各大媒体都在报导 英国时报金融啊 彭博社啊 路透社都在报导这个事情 然后除了巴菲特之外呢 桥水基金或者是 索罗斯老虎基金也都在买这个 所以大概我们当时的一个预期的想法是正确的 那这边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巴菲特这次买台积电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巴菲特他很少买科技股 对 很少买 他基本上不太买科技股 对 但是他这次来讲为什么会去买台积电 其实有些报导也显示 他们内部的研究发现 台积电可能他认为不太像是科技股 哦 为什么 因为大多接下来所发展的重要的东西 都需要用到先进的晶片 所以他认为这个需求量的部分 不是说像 一般的科技产品它很容易被汰换 这是一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零组件 所以他们才去做这样的投资 然后 针对这个台积电跟 艾斯摩尔的这相关的一个重要技术呢 老师在周三的这个赢家大亨的节目也会做补充 那我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巴菲特买台积电的特别点在哪里 在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巴菲特买比亚迪 大概是砸了18亿港元 港元 那这个大概换算台币大概乘以4左右 大概90亿左右 对91台币左右 好 那他在2016年第一次买苹果的时候呢 是砸了11亿的美金 是 11亿的美金 你在考我吗 11亿也差不多330 331台币吧 对 但是你知道吗 他这次买台积电砸多少钱 41亿美金 对 总共是买当初苹果的4倍 真的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金额来看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 巴菲特这次有多么看好台积电 大手笔耶 真的是大手笔 所以投资朋友 因为台积电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是 那魏哲家会加码自己股票 老师在10月20号 当天有新闻说大股东职压的时候 其实我那天也直接跟大家讲 按照经验 他在这个位置职压 就代表说他认为下档空间很有限 那职压的钱很有可能买股票 所以最后新闻出来了 不管是魏哲家还是巴菲特 都在同一天爆出这个新闻 连自家公司补助买的台积电 都赚钱了 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他那时候公告说 他要做职压的消息是10月嘛 然后呢 其实就有很多人 就是很多负面的消息在传 啊 他是不是要去买房子啊 什么的有的没的的 还有人说他职压这1600多张 出来了钱 买台积电是杯水车薪 帮助不了什么股价 是 而且还有媒体骂他是租队友 真的 结果到底是神救人 谁才是租 谁才是租 所以呢 这个重点是 他认为下档空间有限 而且这次的投资决议 也有很多人不认同 现在网路上非常多不认同 然后也有人说这个 巴菲特年纪大了 头脑不清楚啊 买这个台积电 可能不是他的决定啊 是他两个交棒的年轻人的决定 可是这次金额这么大 应该不太可能吧 对 大家评估台积电的 不管很多的价值面的评估 大概认为这是 古神巴菲特亲自决定要买的 对 然后为什么买这个 我在上周二的直播也有分析过 他们内部为什么这么看好台积电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上周二的直播 那针对半导体景气呢 其实重要的这个指标 材料厂的应用材料 这边也大概提到就是说 明年还是持续性看成长 所以认为谷底其实已经过去了 那其他成熟制成的部分也都跟我们预告 就是清库存的部分 也大概跟台积电所讲的差不多 就到明年上半年 所以大家要记得 这个时候是在谷底的地方 加上这两个大咖的加持 好多基金的加持 大家一定要 这个 对我们台股要有信心 老师 就是呢 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魏哲家总裁呢 他不是是在十月的时候才质押的吗 他有没有可能在七月的时候呢 就已经知道 巴菲特大手笔买进台积电了 这个如果没有人公告是不知道啦 那我 我认为他们其实都知道 这个地方 后面 航行会跌这一段 其实是真的是因为佩洛西来台湾 然后中共又设了飞弹 有那些文公武货的动作 那过去只要有这种风吹草动的话 就是股市容易震荡 然后汇率容易贬值 然后汇率一贬 当然外资提款的对象就是台积电嘛 所以这是因为特殊事件跌下来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这真的是一个机会啦 对 那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Vicky 怎样? 你这是台股的神救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头影片画面 我们的第一场直播 对我们的第一场直播 11月7号 是 Vicky就说台积电真的太委屈 真的太委屈 然后上一场我告诉大家 股票要涨要有个密码 什么 就是 要Vicky 要说太委屈 Vicky要先说太委屈 对 老师要说 要给他疲倦 对 所以其实这里的行情 我觉得今天震荡 大家可能会稍微比较没信心 是 但是其实你再回头去看 这是11月1号礼拜一 我们讲的重要全资股 台积电 或者是联发科 或者是我讲的大力光 这是我们在关键时刻告诉大家 这些股票有迹象转强 当时台股还没涨这2000点 对 那时候还属于一个很震荡的一个时候 就是大家还在怀疑的阶段 很怀疑人生了 可是 你看这三档股票到现在好了 这是到上上周五 11月11号的大力光 联发科 台积电 当时都还没有过季线 对 那我们看一下到 上个星期五 你看 台积电师就上去了 对 联发科也突破700块了 是 然后大力光那根 中长红真的有够长 真的 这三档拳之谷真的是 一路红耶 一路发 就是Vicky来之后就V起来了 真的就是V起来了 真的是V起来了 好所以呢 刚刚说漏掉的投影片在这里 对 V起来 V起来 一按针V起来 所以网友赶快打V起来 VV叫也没关系 VV叫是什么 人家都说我们 这个台股做多的叫做多蛙 多蛙的声音 青蛙的声音就是叫VV叫 这样子 多蛙的声音不是瓜吗 是瓜瓜吧 有人就说VV叫啊 没关系 那就VV叫吧 好 那就VV叫吧 好 那你看 这个画面 老师周六讲的啦 结论 你刚刚看到那些的重要权子股的走势跟现行 那就是告诉投资朋友 台股的部分 我认为 就算稍微整理回档的话 就是回档幅度不会太深 然后跟美股一样 有机会挑战8月中的高点 这个黄金切割率一半的位置 就是我认为大概到12月中 应该台股有机会来 那我们大家可以拭目以待这样子 好 那新的观众朋友呢 记得要订阅智琳老师的YT频道喔 然后呢 也不要忘记呢 在我们的影片下方下载智琳老师APP 老师呢 不仅会在每周二、四、六 晚上的八点半直播呢 APP里面呢 也有智琳咨询 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智琳老师喔 那 那里面呢 也有老师呢 帮大家精选的盘后文章 可以去观看 在养成用户里面呢 老师会用 在盘中用他的这个 独家数据呢 帮大家做一个解盘喔 以及呢 也有针对新手的互动教学 可以去观看 不仅如此喔 每周末的时候呢 老师呢 也会帮大家整理信用筹码 以及 技术面精选的股票 就像我们那几档股票 嗯 是 那稍后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网友的这个互动时间 现在呢 大家可以开始留言 留起来 赶快留起来 对 留起来喔 等一下呢 Vicky呢 会随机选择三位网友的提问呢 来请教我们的智琳老师 赶快留言 留起来 赶快留言 留起来 好 那老师 你可以在网友打字的 打字提问的时候啊 跟观众朋友们先介绍一下你的APP功能 以及我们的简讯会员的服务 好 没问题 来我们先看投影片画面 好 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盛行喔 所以先提醒大家一下喔 如果说 你要透过LINE来问老师的话 你就下载我APP 嗯 这边有个自灵咨询喔 就是正版的LINE 那老师在外面 不会邀请你叫我LINE喔 现在外面 茂名的诈骗非常多 真的不要受骗上当 对 那我们的这个APP来讲的话呢 欢迎你可以做注册 这个 有些免费的功能 比如说像LINE的服务 直播 还有 刚刚Vicky提到的文章 那右边这两个是 五报跟教学 就是Vicky 刚刚讲的这个 养成方案的部分 那这是要付费的 不过我们针对第一次注册用户 我们有提供这个 开放 免费做体验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我们来跟大家 快速介绍一下 在我们APP的右上方这个地方 文章在这里 盘前我们会帮大家整理 国内外来的重要新闻 所以你有我的APP 你大概也不用买报纸了 真的 而且老师你真的不用实际上 你每天都自己打这些盘中啊 或是早盘啊 还有就是 晚盘 你应该七点多 就会收到我 准备给大家的东西了 我每天刚起床的时候 就会收到那个 智琳APP 你给我发消息 Morning Call 对 Morning Call 那盘后老师会自己写这个文章 跟大家分享 然后每个礼拜日 会给大家这个 筹码面有问题的 提醒你哪些股票有问题 像最近重挫的 像元泰 你是老师的 这APP用户 你也知道他信用筹码有问题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避开这个筹码有问题的股票 还有关键时刻 老师会提醒你 在这个9月14号晚上 已经快11点了 我就提醒APP的用户 隔天不要追股票 建议大家要减码 那详细的内容 就是因为联准会的这个路径改变了 所以从线图上 你也可以看到 提醒大家 避开风险 老师都11点了 你为什么还没睡觉 我就心系着你们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呢 赶快下载我们的智琳APP 然后呢 赶快呢 就是可以去体验 嗯 那怎么下载呢 来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 你的手机的 应用软体商店 你只要搜寻 陈智琳分析师 找到我这个图片之后 就是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呢 影片下方 你点标题也有这个连结 可以去做下载 就是这样下载 那下载之后 必须要经过手机的验证 你把手机号码打进去 发送验证嘛 验证完之后呢 自己设定你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养成方案的一个功能跟内容的部分 举例告诉大家 那这个养成方案的五报打行 就是老师在中午时间 会发一则讯息给你 跟你用独家数据 分析这个行情的看法 那我们都是直接给结论的 像这个11月4号的礼拜五 就是我跟Vicky 还没有出现的那个上个周五 对 数据就有力了 那我们就已经提到要买股票了 所以这是给用户 当时就直接讲要买股票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9月底 我们说要配置台湾50跟台积电 对 所以你有机会买的比股神还要低 这个都是证据 当时讲的 太厉害了吧 就是真的超跌了 对 真的是超跌了 再来呢 这个最近我们提醒 卖股票减码 就是上周三 对 因为起货结算之后 我们发现 也到我的目标区了 然后评估会震荡 所以在上周三的五报 我们是直接给结论 建议减码 那减码不是看坏喔 就是认为震荡之后再来买 那最近数据如何呢 我都已经有在这边写了 再来呢 每周假日的选股 我们就列举这个三档给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我们在10月23号那个假日 我们就选了三档股票 那分别是技嘉 威刚跟南亚科 所以这个操作的模式 我们都有教个 都有教导大家 所以这是在养成方案的服务 每个礼拜 每个月还有一集的互动教学引益 是 就是老师希望让大家可以 用亲民的价格 然后可以做这个学习的部分 因为这边真的提醒观众朋友 不要看节目 也不要看报纸 看到什么股票四个数字代号 然后就马上冲进去买 对 国民都很容易冲动 真的建议大家 你看大学四年 你也是学习很多科目 慢慢的学习之后才去 才出社会嘛 对 那股票市场其实困难度 比你上大学还要困难 所以呼吁大家一定先经过学习 了解股票知识之后 再慢慢去买 是 再去做投资的动作 没错 好 那怎么体验我们的五报打行呢 如果你下载之后你想体验 在手机的中间的地方有指示按钮 你可以点立即申请体验 然后点我要申请中间就会出现这个表单 你只要写清楚之后送出资料 我们服务人员会跟你联络 Vicky会跟你联络 有可能是Vicky哦 所以你要赶快去点表 确认你有没有申请 然后呢 就会帮你做开通体验 体验的不错 那欢迎你可以 不管是参加简讯会员 或是透过养成方案来支持老师 这是我们的一个养成方案的介绍 对 所以呢 还没有体验过志宁老师养成方案的粉丝哦 赶快点进去我们的APP里面 在养成方案里面呢 会有个立即申请 点下去 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 也有可能是Vicky 好 那如果资金够的朋友啊 喜欢自己老师的粉丝 可以呢 去申请加入我们的简讯会员哦 简讯会员呢 可以实时跟我们的老师沟通 老师呢 也会直接给出价位 那如果呢 是小资组 也没有关系 可以使用我们的养成方案 在盘中的时候呢 知道我们的第一手消息哦 对 我们这边快速跟大家做个比较图 老师周六直播有讲了 就是 很多人还是分不清楚 简讯会员跟养成方案的差别 对啊 那这个图表有兴趣 你可以定格下来看 我们简讯会员有这个LINE的服务 特别会员盘中可以透过LINE 来问老师 那 简讯会员也有这个选股的部分 就是246我们都有个即时的选股 那会提供价位 那养成方案的话就是一个礼拜 帮你精选一次 但是没有提供价位 不过我们有课程教导大家 怎么做操作 然后也有提供这个影音 简讯会员是每个礼拜都有会员影音 然后 养成方案的话是一个月一次的互动教学 那盘中讯息的话就是简讯会员 我们会即时通知代进跟代出 然后养成方案的话就是中午一折 我们给大家一个盘式的方向 对 跟一些操作的节奏的提醒 所以我们简讯会员就有这个代进代出的服务 那APP的话是没有的 对 老师你每天要整理的东西真的很多耶 真的非常多 你真的是我看过最认真的分析师了 谢谢 很多人都这么说 真的 我们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啦 你看我的服务写的内容就是这样 很少人会愿意这样做服务给这个简讯会员的 对 你一般参加投顾大概就是等股票 等抠讯买卖股票 但老师还是会愿意 希望花一些时间跟会员沟通 因为股票市场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我也呼吁大家 如果说就算你想参加简讯会员 我还是会建议你要先经过一些学习 因为我这几年下来发现到 很多会员这方面的一个操作的观念 如果他没有进步的话 其实最后还是很容易因为行情的震荡 就会慢慢失去信心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参加简讯还是养成方案 我都觉得你要慢慢的去做学习跟成长 老师你这都好偷心偷肺喔 我都想要给你鼓着掌 老师你一讲完我们的观看数量 瞬间从700飙到快1000了 哇 真的 真的 你们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朋友们都回来了 老朋友都回来了 真的 真的是这样 连Vicky都超认真的 连Vicky都很认真在学习股票知识 所以大家一定要真的要经过学习 对 那养成方案的选股 我们有这一个课程 教导大家怎么去做这个 选股的操作 因为毕竟我没办法代进代出嘛 所以我们有个课程教你在手机设定指标 然后怎么买怎么卖 这课程有教 对 所以大家可以 评估你适合的方式 那如果你资金够的话 你可以参加简讯会员 那我们简讯会员也有提供给你一年起的 养成方案的学习 好 那会员的话 简讯会员我们在会员专区 每个礼拜有入会员影音 投资名单 然后呢 我列举一个投资名单的股票 4768的精神科技 是7月24号给会员的投资名单 那我们认为有机会挑战历史新高 所以当时股价在130起 陆续到8月份最高有来到180 然后到9月份有突破200块 最高到244 10月份其实也有中间的节目 都有跟大家做追踪 关键时刻在11月10号 对 这里整理之后 我们也认为这个奶器的部分 精神科技是台湾 少数要本土化的厂商 我也认为有机会 讲完之后隔天也拉厂停板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投资名单 从产业出发给简讯会员的 列举给大家看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跟上我们操作的 我们公司目前有这个活动 就是到12月中 12月16号为止 就是一个年终回馈 你参加简讯会员一年起 我们会期会从明年1月起算 所以你越早参加越划算 对 大家可以把握这个专案 是 好 老师 我们现在粉丝快要破1100了 真的非常的高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勇跃按赞 勇跃按赞 好 我们现在呢 赶快来抽出我们三位的 幸运儿 幸运观众 耶 好 我来看一下 勇跃留起来 勇跃留起来 勇跃留言勇跃人 现在呢 现在还可以继续留 可以继续留 对 可以继续留言 老师呢等一下会帮大家做解答 你有什么太委屈的 赶快跟Vicky讲 你会把他们听说 我会把他们听说 好 请问近期传出 勇 勇 请问近期传出越来越多 美国科技大企业 业实施人士冻结或大规模裁员 会不会加速明年的美国景气衰退呢 嗯 下面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裁员的话通常都是在最差的时候 会发生这个状况 那其实裁员来讲的话 对公司是好事 只是对一般个人来讲可能会失业 对个人来说怎么会是好事 超伤心的啦 对公司是好事 因为这是一个去杠杆去做尊敬的动作 对于他将来的财报 素质是好事情 所以这当然就是预告着我讲的嘛 升息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会有第二阶段对于景气的影响 对 因为那个是在明年 但是呢 因为骨架的一个下修 它已经有下修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老师就告诉大家了 就是接下来的操作 它是一个 会上去会下来 会上去会下来 会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这是一个U型复苏 是 所以大家也不用急 U型 U型 很优雅 非常的优雅 所以这个部分 我看法是正面的啦 那只是说对于消费端的部分 可能会有些影响 我们再去做追踪 那 下半段我们会讲政策股嘛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你投资逻辑上 稍微改变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茂莲的股票 3665 对 好 那 车用的话呢 最近其实都在整理 我们看一下笔电这个画面 来 其实不管是茂莲 或者是 呃 湖联 或者是一粒店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一些车用的股票 它现在都开始做整理 那整理原因 我直播有讲 其实就是因为特斯拉的关系 对 特斯拉并 推特之后呢 其实好像发生了一堆事情 就很多事情 大家也认为可能 马斯克没有办法很专心在 在经营特斯拉的事情 他的第一件事就先裁员 裁员 然后 对岸也有 也有这个新的汽车公司追上来 这个特斯拉 所以 变得相对上蛮竞争的 那 车用的趋势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 现在以老师的盘感 的观察 就是 前波涨多的车用的部分 现在市场上都遇到获利了结 就是 之前涨过股票 可能接下来都会休息 先不会涨 那现在涨的股票 就是我跟大家讲 有些低档整理要上来的股票 所以 不是说他们不好 而是 现在资金 现在资金没有在这一块 那你如果从 现行来看 茂连的部分的话呢 从 周K线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是 需要线路整理的 这个可能整理会需要 三个月到半年以上 所以茂连是 没有推荐买进 那其他车用的话 也可能会稍微休息 所以 也有 可能是一些 新的车用整理之后 会再上去的 但是 IC设计在联发科转强之后 确实有上来 那老师的直播 也大概有跟大家 追踪跟分析 就是 这方面的族群 当前只有涨IP股 那其他消费性电子的IC设计 相对蛮偏弱的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告诉大家 IP股当然有些机会 那如果以你讲的像 四星KY来讲的话 从周K线老师的判断是 他应该低点已经有见到了 那只是说他会需要足底一下 所以这种股票 刚好在这个 年限的附近 那如果你要买它的话 可能稍微等它有震荡拉回 尤其像这个 3443的创意 这种都是 乖离率拉得有点 比较大的股票 所以这种震荡的话 那四星KY可能会震荡 所以你就是要观察指标 看创意 那如果四星KY有震荡拉回 你再来考虑 那这个时候不要去追这股票 对 那乖离率真的拉得已经过大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特别注意提醒大家一下 是 好 哇 吉阿兵 嗨嗨嗨嗨 控党来看志玲老师 吉阿兵是老师的会员 吉阿兵 钢铁股今天也还不错啦 嗨嗨嗨 嗨 嗨 好多人都说他们的股票好伪失 你们都知道密码了 都知道这个罗斯密码了 你们要赶快打B起来 对 要B起来 这是以后我们打招呼的方式 好不好 对打招呼就要B起来 OK 好 那志玲老师 就是我看到你周六的直播 提到说我们的经济衰退下的 这个投资逻辑 提到说要关注我们的政策相关股票 对 那上周行政院拍板定案的台版晶片法案 对 你可不可以跟观众说明一下 这个法案的重点 或者是什么样的族群 会是受惠的 好 以及呢 这个星期台股 老师你怎么看 好 那没问题 最后我们就来谈这个晶片法案 是 好 那从这头影片画面来看一下就是 呃 这个是祭出史上最高的优惠 老师直播有讲过 这是针对税负方面的一个优惠 那为什么行政院要推这个法案呢 我想大家也知道嘛 现在自从这个疫情 疫情的关系大家缺晶片之后呢 各个国家都发现晶片的重要 所以不管是美国 日本欧洲都开始有这个租税的优惠 邀请台积电啊 邀请三星很多厂商都去他们当地 希望可以设厂 嗯 那当然我们台湾来讲 就会希望可以留住这些的公司 在台湾多点投资 对啊 所以才出现了这个台版的晶片法案 是 那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呢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重点是在于这个先进制程 是 而且呢是在设备的部分 它的这个折底的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先给大家这个密码 周六我已经讲了 台版晶片法案有机会的 不会是成熟制程 嗯 所以先进制程是一个重要的密码 对 好那去台化的话呢 这就是在 10月底行情悲观的时候 这个不管是爱斯摩尔 或者是美光投资台湾 大概也是印证到 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去台化 就是个假议题 那现在 特斯拉的下单也都 决定要把先进制程的一些晶片 给我们的这个台积电 那三星怎么办 就是 就是 先等等 我就是告诉大家 三星根本就 没办法跟台积电比拼 如果你有想要看细节的话 你看我周三的赢家大亨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快快的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台积电也有拿到 特斯拉的这个订单 所以我们在11月7号 所讲的这个 完全是验证的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台版晶片法案 现在这个门槛 可能会稍微调降 因为研发费用提到要100亿 那台湾很多公司 其实大的有到这个坎 但有些小公司没有到这个坎 就有人很不爽 有人不高兴 有人不高兴 就是这位不高兴 就是我们的那个 历积电的董事长 历积电的董事长 黃崇仁总裁 那因为他的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要把先进制程留在台湾 所以这方面我们先不琢磨这个 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设备的部分 那我认为在这一次的话 你要关注一些晶片法案先进制程有机会的一些设备的股票 所以你也可以从这方面去研究 那老师现在已经带会员在布局当中了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跟上我们的一个布局 那在周六讲的这个衰退预期之下 比较容易涨的股票就是一些比较防御型的 像生计股 或者是一些基础设施 我讲的这个政策的部分 老师生计股啊 我们不是在上礼拜 其实就已经提过了 然后上礼拜非常的强势 没错 就是新竹商学友 新竹商学友 那时候提到生计股 对啊 我是南港郭富城 我讲了三支 周六直播我也有重播了 那我们今天也不谈这个 时间会超过 老师刚才有害羞的样子 时间会超过 好 所以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政策的部分 我延续我前面讲过的逻辑 我不会跟你跳来跳去的 台版晶片法案 它是一个政策的逻辑 所以设备方面 我先跟大家讲 设备有机会 那我带会员布局当中 上礼拜讲的这个政策 净零碳牌的事情 我讲这个除能嘛 对 除能嘛 所以整理之后 转强的像 中芯店 老师有提供折讯给大家看 我这个我有带会员买进跟加码的 好那今天行情震荡 中芯店是不是整理后转强 对 所以你现在买股票 你就要注意找这种 整理之后 刚刚转强的 你不要去买追高高的 因为它就是个轮动行情 是 追高高的时候 人家可能想要获利了结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套在高点 你现在要找正侧面低档转强的 像中芯店 我节目有讲 这个是 真的是低估的股票 好 那这个 最后跟大家谈一下这个 新科技 AR VR的部分 就是苹果这个 头盔的部分 对 那在今年原先说 今年会亮相 但是现在大概 今年是已经快结束了 对 还是没有出来 那听说是到明年的春季 那苹果的这个头盔 如果出来的话呢 那我认为 因为电子股要做的话 就是一定是要找 要么就是新科技 对 要么就是换基潮 大概 电子股要做股票 大概就是这两个逻辑 没错 所以新科技我认为 明年就是这个AR跟VR 那按照这个研调机构所调查的就是 接下来的产值到2030年之前 有机会来到8兆到13兆美元 这很高耶 很高 所以这就是未来潜力的部分 那最近也有一个研调机构提到 就是现在的 到今年的头戴的显示器的装置 大概是1250万台 到2027年就是5年之后 有机会成长到7200万台 那这个也是倍数的成长 所以ARVR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认为是明年的重点 那老师也提到在这个 11月7号我们讲大力光 站上去年线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 就是国内ARVR 我真的觉得比较有机会是郁星光 当时也在300出头附近 那这个老师在300块以下 邀请会员朋友做加码 然后到上礼拜的 郁星光最高已经来到 接近靠近400块钱了 哇老师你很神耶 就是从产业出发 所以这方面我还是持续看好 然后呢最后跟大家做这个总结 就是这礼拜 要关注的事情 就是周一跟周五 有这个金控公司的法说会 那上一场我们已经有讲过了 因为现在大家的焦点 是放在经济衰退这件事情 所以金控公司 对于接下来的一个景气的看法 就会很重要 因为这会有关于受刑资金的操作 所以这两个新闻 大家可以去做追踪 然后今天下午有这个外销订单 那外销订单 大家预估是会减少的 所以如果有这个利空的部分的话 那可能震荡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要把握 12月中之前有震荡 还是偏多的胜率比较高 所以外销订单 我们会帮大家注意 明天的直播节目 再来跟大家做追踪 那我刚刚讲的ARVR 就是明天玉金光有法说会 哦 所以等于说他那个ARVR 就给我们的玉金光做了 是 就是他应该是 比较拿到苹果订单 是比较肯定的 好 那周四周五的话 就是联准会的会议纪要 然后也是他们 美国的感恩节 礼拜四是休士的 礼拜五是黑色星期五 也会提前收盘 所以预计下半周 量应该会萎缩 所以这礼拜行情 我看法还是盘整 那盘整的话 应该由个股表现 所以你可以找个股 一个切入的机会 就是 嗯 老师那个股的话 你有特别推荐哪一些 产业的个股 就是我刚刚讲的 像政策部分 像晶片法案 就是设备的部分 因为老师在会员布局当中 所以 这方面我当然就是先保留 那如果你想看细节的话 我周三的 赢家大亨 有特别说明一下 设备股的部分 你也可以去做锁定 所以要关注哦 要关注 然后呢 如果有兴趣跟上我们布局的话 因为这礼拜我认为是震荡布局的机会 所以我们已经有设定好一些股票 嗯 那如果你想操作的话呢 欢迎你可以把握我们这个 公司年终回馈 年终回馈 的这个方案 会期从明年一月起算 所以你越早参加是越划算的 只有到十二月中 因为我认为会涨到十二月中 所以你把握这段时间跟我操作 然后去做一些调整的部分 对 哇 这个年终回馈真的是 非常的甘心耶 甘心 就甘心 對啊 老师 你又有一个新的时候 南港郭富城 你现在变南港郭富城了 谢谢 新竹商学友嗨嗨 我先跟你打招呼 很好笑 是 对 老师我们现在直播人数又破新高 1184 嗯 不错不错 谢谢大家的支持 永悦帮我按赞分享 分享出去 对 要记得呢 下礼拜开始呢 就是每周一跟每周四呢 下午的两点半 我跟志宁老师呢 会加场喔 加场礼拜四喔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喔 对 好 但是呢 欢乐的时间呢 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对 非常感谢呢 忠实观众呢 参与我们自在必得的直播 那关于股市行情最及时完整的资讯呢 对 志宁老师呢 都会在每周三跟每周六的晚上八点半直播 跟粉丝呢 互动分享喔 对 所以一定要锁定喔 一定要锁定 对 那下礼拜的时段就是一跟四 对 是我跟Vicky下午两点半 是 三跟六就是我在家里 晚上八点半喔 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 老师啊 你都不用睡了 沒關係 哈哈哈 好 所以呢 无论你是股市的新手 还是股市的老手呢 对 最后呢 别忘记点选影片下方的链接喔 下载陈志宁分析师APP 下载跟注册呢 都是免费的喔 对 那想要在股市的盘中呢 就获得志宁老师的即时资讯呢 还有每周的这个精选股呢 对 小资竹你可以选择付费购买老师的APP养成方案 对 古报导航带领你有依据的操作喔 对 那资金充裕的投资人呢 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的简讯会员 想要有更完整的服务喔 对 所以呢 一定要支持我们合法合规的陈志宁分析师 洞算洞算 洞算 这里办要嫌棘 真的 好 好 那知在必得我们下周一见囉 掰掰 掰掰